好久不见各位哦 我是任哥姐姐 我又回来了 今天的内容是久违的康熙新闻 夏克力被指甲暴 马基有运气抽烟不良示范 谢怡林老公重病复发 刻意柔打赢离婚官司 按传统先来一波老环节 猜猜我是谁 弹幕评论留言下期介绍答案 以前的康熙嘉宾陆陆续续都结婚生子 还有离婚打官司了 包括超可爱的夏天的爸爸妈妈 夏克力黄嘉谦 夏克力在康熙来了 和爸爸去哪儿当中形象亲切 她也经常在网上发女儿 还有一家三口的照片 这对夫妻结婚已经16年了 而7月份身兼主持演员身份的太太 黄嘉谦发了离婚声明 媒体报道2020年开始 夏克力带夏天去加拿大读书 而黄嘉谦多数留在台北工作 2021年9月份 黄嘉谦到加拿大和老公女儿团聚 但是12月她在当地报警 称自己被夏克力家暴 脖子上还有红色的抓痕 还申请了保护令 夏克力被限制 不能够轻易接近黄嘉谦 2022年1月份 两个人开始了离婚大战 主要是争夺女儿夏天的抚养权 双方当事人都比较低调 主要是朋友下场开私 黄嘉谦有人 骂夏克力是垃圾 女方这边的朋友称 黄嘉谦为了维持婚姻 房子都记在南方的名下 之后卖了台北的房子 到加拿大定居 夏克力长期家暴 一度危及女方的性命 最后女方只能够逃离 而她也一直在接受精神科的治疗 而夏克力的朋友则指出 夏克力回台北隔离的时候 黄嘉谦没有去看她 也没有帮老公准备任何东西 这是龙暴力 隔离完了之后 还不准夏克力回家 还有两个人的婚姻咨询和心理医生 黄嘉谦坚持要用自己指定的咨询师 她可以从医生那里得知病人的信息 违背医病伦理 还能够为离婚官司准备 过去夏克力去酒店被拍到的时候 黄嘉谦明知道是误会 也没有马上出面澄清 导致夏克力丢了工作 另外黄嘉谦手握家里面的财政权 她要求夏克力签完分居文件 才能给对方生活费 两个人的官司在9月份开庭 目前还在打 插个题外话 北京现在的离婚率已经破37%了 相当于每三对就有一对离婚 而且相较于美国很多周六个月的冷静期 还有新加坡的三年冷静期 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吴建豪和Aresa的超长待机离婚 国内的一个月冷静期已经很短了 我其实很好奇 有多少人离婚是好聚好散的 这个估计不太好统计 大家可以帮忙回想一下 你身边离婚的朋友是好聚好散多 还是撕破脸皮多 弹幕评论留言讨论看看 下一则 马基尔运气抽烟不良示范 今年38岁的马基尔 去年和医美行业的投资人小金交往 三个月之后发现怀孕 虽然马基尔说自己不想结婚不想生 但是今年5月份闪嫁小金 并且决定生下宝宝 预产期就在最近 不久前怀孕八个月的马基尔被派到在路边和丈夫一起抽烟 身边人不但不阻止 还加入其中 这件事情被网友炮轰 而且根据当地规定 孕妇不得吸烟 为者要接受戒烟教育或者罚款 提供烟品给孕妇者也会被罚款 而马基尔直播回应 自己没有办法彻底戒烟 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不同人的生活习惯 他还说自己的妈妈也抽烟 所以养育健康的小孩抽烟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 烟是不好戒 但是我相信很多妈妈都会尽力去做 例如提前开始戒烟 或者请求身边人的帮助 或者资讯医生去寻求专业的戒烟方法都可以尝试 烟当中1200种有毒物质 会通过胎盘直接影响胎儿的发育 胎儿可能会缺氧 大脑发育差等等 严重的可能会引起自发性流产 而且不光是抽烟 吸二手烟也有可能会导致自发性流产 就是这么恐怖 这还不重要吗 下一则新闻 谢依林老公重病复发 后住姐谢依林2018年和圈外人Green结婚 婚后生了一子一女 并且单出演艺圈 婚后有一天突然发现老公眼神奇怪 眼睛一大一小 检查之后被诊断出重症肌无力 并且胸腺有肿瘤 当时谢依林怀孕八个月 而老公决定等她生完孩子再开刀 幸好手术成功 但是之后并没有雨过天晴 老公再一次复发 连说话都有障碍 而且之后一直要和这个病共存 7月份开始 谢依林在网上发文 讲述自己和老公的感情过往 老天爷一拳把我捶回去 继续做噩梦吧你 近期谢依林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在网上分享 她在花莲的自建坊进度 瘦身也很有成果 从加大马到了中马 我觉得谢依林以前 在节目里面的荧幕形象 跟她生活当中的个性差不太多 有勇气 乐观 坚强 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能够给人带来鼓舞的力量 还有一个我也很同意的释放情绪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 如同谢依林所说 表面上她写故事是在治愈别人 但实际上是在治愈自己 很多事情当下很难消化她 而我又不太会表达我的负面情绪 总是把她堆在心里的一个角落 发烂 发臭 好了 最后一个开心的新闻结尾 达了四年的离婚官司 柯宜柔终于胜诉 法院认定前夫郭宗坤出轨餐厅员工 需要赔偿柯宜柔40万台币 也就是19万人民币 同时判准两人离婚 赔多少是一回事 柯宜柔觉得有权利为自己发声 虽然一路很苦 但是她做到了 结婚初期 外界传闻 郭宗坤是富二代 媒体给柯宜柔塑造出败金的形象 但是实际上 婚后柯宜柔才得知 男方的学历收入都是假的 还有精神暴力 讨色绯闻等等 离婚官司四年半间 男方都没有抚养小孩 经历过四年七个月 仅二十次开庭 柯宜柔终于恢复单身 从今天起 我终于自由了 而郭宗坤一直希望可以修复关系 不想离婚 但是没有用 风波之后 柯宜柔一心批事业 直播带货做得风生水起 而且投资有道 亲身说明了 女人在婚姻当中 不一定要委屈自己 最后还是日常婚姻一波 不要乱闪婚 则我需谨慎 前阵子我因为身体不太好 住院了一段时间 状态很差也停更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定期体检 然后还有问清楚 医生检查结果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最近呢 我也在尝试克服情绪的问题 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些话 第一 多散发正能量 好事会发生的 第二 尽量将坏事变成好事 还有最重要的 不要被情绪掌控 好了 我是温哥姐姐 喜欢视频的话 可以点赞关注转发评论 我们下期见 拜拜